在我們這個上面呢 我們有穩定的綠能的發展 而下面呢 我們有種非常多不同的植物 比如像桂尿或者是訓類 2 1 請牽牌 我們其實這個場域是一個推廣教育的概念 就是現在環境氣候變遷的議題啊 非常的嚴峻 所以各國都在推所謂的這個靜靈探訪 那台灣也加入了2050年 那因著這樣緣故啊 其實發動1SG的實踐跟推動 其實在公部門在各級學校 甚至企業界都正積極的在活動 那趙陽藉著這樣的機會 我們剛好可以連結各個單位 然後串聯在一起推動這個1SG 也藉著環境教育啊 藉著我們跟南淮大學有一個教育的合作 希望能夠讓更多有意願想要嘗試 甚至了解的都能夠加入這樣的一個學習的立場 讓我們能夠在推廣上更多的夥伴力量加進來 今天非常恭喜我們趙陽綠能 能夠獲得整個環境教育場域的一個認證 那這是我們雲林縣第10個環境場域認證的一個單位 那當然呢我們非常希望能夠透過環境教育啊 能夠讓我們鄉親來友善這個環境 友善這個土地 那從這個當中啊 去教育大家對於土地的保護 那這也符合我們在推動聯合國 永續發展SDGs 這樣的一個淨林排探的一個目標 那甚至呢 雲林縣是一個天然資源豐富的縣市 我們在整個余電共生或是農電共融 光電食堂 光電球場 只要是符合一地兩用地盡其力 讓我們土地發揮最高的價值 我們都非常的支持的